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你们好 今天欢迎你们回来收听原来中医的时间 上星期我们又谈了一些关于鼻敏感的资讯 这个星期这个资讯其实就不是太好 如果真的有了这些资讯病征在身体上 但是也要谈论的 因为香港越来越多人有这些病的出现 我知道Daisy特别收到很多听众 观众想讲一下这些题目 这个题目就是讲癌这件事 现在越来越严重 因为这么多观众想知道多些癌 或者今集大体上讲一下癌症是甚麽 究竟有什麽怎麽会发生癌 以及有什麽因素影响到癌 接着来几集深入讲讲香港常见的癌的发病 譬如肝癌大腸癌等 让观众多知这方面 今天请到我们惯常的嘉宾周医师来讲这个节目 周医师你好 你好 周医师 讲起癌 大家都讲起癌就很害怕 是 其实癌是否真的这麽害怕 癌 很多人听起来都很害怕 因为大家都知道 删除了癌症 都不是多长时间 所以大家都很恐慌 但其实如果你懂得如何处理 或者及早预防 或者及早发现 其实癌症又不是那麽令人害怕 是 是 因为我知道很多时 譬如之前那几集 我们或是你 其他嘉宾都讲过 其实很多时因为人的情绪 影响到一个人的发病都很严重 是 是 首先有这些病 首先真的不要害怕 是 是 香港有哪些癌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 以及近几年多不多呢 其实在全球来说 每年都有四百多万人发病 都很厉害的 是 而每年的死亡数字 大概是250万人左右 都很厉害的 超过一半 超过一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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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香港现在 每年都有几万人患上癌症 是 可能每一天都有新的病案 是 是 而死亡方案都有几万多宗 是 是 通常人们发现癌症 以你的经验 祖医师 会是初期还是已经去到晚期 通常癌症发现的时候 是很不幸 多数人发现的时候 都已经去到晚期 通常是 第三期 还是四期 才能发现到的 是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 一般市民 对癌症的意识 不是很强 对认知 不是很强 当有一些初步症状出现的时候 很多人都以为是普通的问题 譬如说可能癌症会有些发烧 他可能觉得自己是感冒 会去吃些食药 有些可能出血的情况 或者大便出血的情况 他可能觉得是痔瘡的问题 他又不觉得是一回事 一向都有痔瘡 可能痔瘡很普遍的 但是 不意识都是跟癌症有关系 是的 所以很多时候 当他发现的时候 真的去看医生去检查的时候 已经去到晚期的情况 是的 您知道 刚才您也说了 很多时候 癌症早期的病症 就不明显 是的 很多时候跟普通的 可能是内科病 是很接近的 是很接近的 是的 其实有什么方法 在预早及早知道呢 当然去看医生 有时医生 可能初期都说 感冒了不一定 是的 其实自己来说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能预知到 可能有机会是 一些比较差点的病 发生 是的 这个可以预先 有些讯号可以知道 首先 大家要认识到 你本身 你们家族 有没有一些家族 成员 有没有患有癌症的呢 虽然癌症 并没有遗传性 但是呢 很多的癌症 都有家族史 是的 他本身不是直接遗传 但是因为呢 如果家族里面成员 已经有这个 癌症的发病个案的话 很多时候 家族其他成员 癌因子的数量 都会比较多些 是的 虽然不会说 因为家族里面 有人患了癌症 一定是癌症 只不过是一个潜伏的讯号 容易有 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触发点的话 他都不会发病 是的 而很多时候 有了这个家族史的话 要引起注意 如果大家身边有这样的情况 另外就是 比如说我们 发烧 发烧 是很普遍的 但是呢 癌症早期 很多时候都会发烧 是的 但是呢 有什么不同 跟正常的发烧 就比如说 你吃了一些承药 退消药 都吃也不好 而且退完之后 又发烧 退完之后又再发烧 而且持续不断 可能维持几个月 都是这样的 就是 好远一排又来过 好远一排又来过 这种的情况 就要引起警觉 另外就是说 不同的癌症 有不同的信号 譬如说 鼻癌 可能他会出现头痛 头云 或者是 鼻里面有一些 就是出血 或者是 鼻痘那里有一些疼痛 或者是 呼吸困难 鼻湿等等的情况 这些都是 一些讯号 有这些讯号 持续的话 那就要去 看医生 譬如说 子公癌 子公癌可能会出现小腹痛 是 驚奇 敏乱 甚至乎 五医时 五医月经的周期 无故出血 甚至乎可能 如今出现 崩溜等等的情况 这些疼痛 或者是先后不定期 这些都是 一些癌变的征兆 如果是 肠癌 那些 胃癌 就是出现肠 小腹 胃 这些疼痛 或者是大便有血 或者是 大便 就是出现 可能 有时便秘 有时辐射 不规则地出现的 这些情况 这些都是 一些 癌变的征兆 是 是 不同的癌症 有不同的征兆 未来我们 不同的节目 我们会专提 去探讨不同的癌症 不同的症状 或者如何预防 发病的先期是如何 如何去知道 它是这种癌症 说到癌 我知道这个字 就比较有趣 这个字 在中医来说 这个癌 其实好像有个意思 是 是 癌症 以前好像不是这样写 以前不是这样写的 以前好像癌症 那癌症 是硬角角的意思 是 很坚硬如石 很坚硬 很难推倒 很难移走 是很坚硬的 就是一类粘附在身体 是 可想而知 它是比较难医的病 在古代来说 对 其实癌 我们看到 就是 究竟在中醫的角度來說是甚麼病? 其實在中醫的角度來說是疾病 中醫的疾病是我們所說的疾病 疾病了一些疾病 而且是久留物耐不去 長期潛伏在經濟、身體細胞裏 難以消除 很多時這些都是由於外來的瘋狂鼠濕噪火 就是一些外邪的侵襲 如果不得到很好的治療 或者是沒有適當的條理 或者是你不理它 沒有處理好的話 這些瘋狂鼠濕噪火 都會積在身體內形成一種慢性的積症 而慢慢都會變成細胞的病變 另外例如情志七情 喜怒、悲思、憂孔經 這些都會形成一些情志所傷的病 亦都會令到我們身體不同的內臟 出現那個氣肌的紊亂 血氣的一個不通暢 亦都會成為殖 另外就是譬如說我們飲食的不節制 譬如說經常吃很多酸性的食物 亦都會令到我們細胞出現一種不健康脫養的情況 亦都會出現一種容易出現癌變 另外就是我們勞日 沒有適當節制 操勞 其實工作太忙 有勞累 防止過勞 亦都會令到身體沒有適當的休息 太過操勞 亦都會令到我們身體的氣肌 自然的機制出現一種錯亂 而出現一種細胞的突變 這些等等都會造成一些癌變的因素 另外還有一些外在因素 譬如說不是身體自身形成的 是外在客觀的因素 譬如說輻射 輻射這些是你難以控制的 它不知何時來的 你沒有辦法作出預防 因為它可能是核電狀況爆炸 那些核輻射流 這些是沒有辦法預防的 如果你吸收太多的輻射 亦都會形成癌變 又或者是你工作環境裏面 有很多輻射 譬如說你是經常要面對一些X光的 X光的那些 那些 護理檢查員 那些 你經常接觸這些輻射 亦都會有一種癌變的傾向 另外就是很多化學物質的接觸 譬如說很多人工作環境裏面 接觸到很多不同的化學物質 譬如說一些消毒藥水 實驗室裏面的藥 很多不同的化學物質 這些都會形成一些細胞的突變 實驗室那些很明顯是有問題 但原來在我們家裏面 有很多化學物質的一些損害 譬如說我們經常用洗潔精 我們用消毒藥水 我們用清潔劑 這些都是令到我們家庭主婦 或者如果男士在家裏做清潔 可能都會經常接觸這些化學藥水 很多時候我們貪方便 未必用戴手套去做清潔 很多時候徒手就拿到水 徒手好像有質感 一種鎖下去的感覺 鎖下去水乾不乾淨的感覺 立即可以捉到清潔魚不清潔 那種質感特別好些 但是戴手套也不聚財 因為覺得好像滑閃閃 即是鎖不到又不知道它是否清潔 扭下毛巾又好像滑閃手 但是呢 無形中可能已經吸收了這些 吸收了在皮膚上 吸收了很多化學物質 在身體上 這些也是一種致癌的很重要因素 另外就是太陽強光的照射 這也是皮膚癌 很多人戶外工作的 例如是勞力勞動的人 我都在戶外長期日曬雨淋 這些曝曬的情況之下 亦都會令到皮膚出現一種 皮膚的細胞突變 周醫師我們說陽光是好 有維他命D 不過不要過量 其實陽光是好的 但是每天不可以超過十幾分鐘的照射 你連續十幾分鐘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由早到晚 因為你工作關係長期曝曬在陽光裏面 就不可以的 對 地時尼的化妝品可能一般都不太多 如果你長期在外面 那倒是 要塗厚些防曬 塗厚些防曬 對 剛才周醫師說到 所謂的那些輻射 因為我知道 特別是住近的發電站 那些小朋友很容易引申了白血病 對 沒錯 因為那些發電站的輻射都影響得很厲害 很厲害 對 很多電廠 電錶房 或者那些發電廠 不一定是核電廠 它有些可能 其實它外圍可能環繞著那些 所謂的磁場 已經影響到你的人 磁場 都會令到細胞出現一種變異 和改變 正常人的細胞不能長期接受這些磁場的影響 就像我們平時科學家常常說 手來電話聽得多 可能都引致腦癌 但是如果常常在電廠 發電廠旁邊 在電機房旁邊的生活 這個影響亦是很大的 是 我想遲些 接下來的幾集 周醫師會詳細說 剛才周醫師也說過 偏酸食吃的酸食多 都會有癌 即是我們回應有時看報紙 有時有些人說 吃了你的體質偏酸性容易有 心血管病的癌症 是不是都接近這個說法 接近的 譬如說 很多時身體偏酸 不單止會有細胞的病變 亦很容易出現很多不同的病 譬如說糖尿病 膽骨醇偏高 心臟病 高血壓等等都容易出現 所有慢性病 如果身體偏酸 都特別容易出現 譬如說偏酸 我知道身體酸性 因為我們都知道 真的容易有很多慢性的病 那怎樣為之偏酸性呢 譬如說 細胞或者內環境 或者我們平時吃的食物 會不會真的容易偏酸性 我知道肉類就是偏酸性 其實正常 我們由BB仔出生的時候 我們小朋友 嬰兒 孩童時期 身體都是屬於鹼性 是的 隨著我們人體的不斷成長 我們身體的不斷有一種酸化 年紀越大 酸化得越厲害 不一定是食物影響 譬如說你平時的生活 我們吸了很多的肺氣 甚至有些人吃煙 喝酒 這些都是造成酸化的過程 或者是你吃了很多的化學物質 都是造成酸化的過程 我們食物裡面現在很流行 防腐劑 或者添加劑 這些都會令我們酸化 所以正常來說 健康的身體應該維持在7.35至7.45的過程 這個是弱鹼性的狀態 當然了 自己不會特別去找一張東西驗一驗 我知道早幾集之前 周醫師本身 你們好像有一種類似減脈 令他吃完之後 體質會由酸性 都會幫助他去回減性 調整回變回減性 這樣情況比較好 調整回減性之後 我們身體很多病都會改善 臉色會沒有那麼暗 臉色會清了 身體的體質會好 各個內臟機能都會健康 我們遲些再問周醫師 周醫師剛才你提到的積聚 中醫來說積聚是一些積聚在一起 跟中醫有些人說 有些瘀血 有些無形的瘀血 這些都會慢慢發展成這些積聚 是一些外傷引起的 但這些外傷可能很多人跌倒 算數了 就算了 但是誰不知 原來可能表面的瘀痕沒有了 但是裏面可能肌體內 可能內臟或肌肉裏面 有些瘀血還未散走 這些呢 如果你只是處理了表面 看不到 那就算了 大部份人都是這樣處理的 這個呢 亦都會形成一些瘀血 積聚在身體內 積聚太內 亦都會引致細胞的一種 敏亂和突變 是的 千萬不要小看鐵打扭傷 可能你扭傷了肌肉 可能那一陣子酸痛之後 你覺得塗了鐵打都沒事了 但是原來不是 裏面可能還未好 你自己不知道 最重要是 你看還有沒有痛 或者活動會不會有困難 最好找醫生檢查清楚 否則 以於血長期積聚 亦都會形成顏便 這是很重要的因素 因爲它會阻礙我們的氣機 是的 聲發縮降 這些情況 這些是外因形成 即是鐵打 我知道很多人會 撞傷少少少便可以去 乳少少便可以去 一般人都是這樣 一般人都是 讓他自己好 天生天弱 撞傷不明顯就很穿手 是的 另外就是 乳傷不單止是鐵打 或者是撞傷形成 有時可能 你身體的肌肉 氣血運行得不好 氣血運行得不好 都會形成一些 乳血的積聚 這些是比較無形 一些 因為我們 中醫常常說 一些有形的東西 一些無形的東西 這些無形的東西 其實 每一天 隨著年紀 一直大下去 氣血運行 都會比較慢 慢慢發展出來 沒錯 沒錯 但很多時候 你自己無法回應 例如睡覺時 姿勢不好 可能你自己 不知道 扭著頸 最簡單就是 睡奶頸 開大冷氣 姿勢不好 很容易是睡奶頸 但很簡單 睡奶頸 你就知道頸 動不了 痛 但原來其他的關節 內臟可能扭著 未必會像睡奶頸 這樣出現 脫頸動不了 可能內臟的乳血積聚了太久 你是沒有處理到的 是的 但你偶爾都會覺得 有點困難 不舒服 但是 通常少少不舒服 一般市民就不會去理他 通常 動不動 動不動 沒有什麼 睡覺又沒有什麼 但誰不知 就是因為這個問題 長期令自己 不去想他 不去想他 久而久之 就是麻木了自己 變成一種 長期的乳血積聚 而令到 出現一種 硬變的跡象 但通常這些 硬變早期未必是硬變的 可能只是乳血積聚在 然後可能有一些 腫塊 細胞的早期 可能未必是 惡性的 可能是良性的 一些腫塊 就是良性的腫塊 出現 都要開始注意 因為良性慢慢會演變 有機會變成惡性 有機會變成惡性 這些都是乳血積聚的過程 另外 例如剛才我們說的 有些骨折的 姿勢不好 或者有些人 繞腳 或者是 可能自己不知道 腰骨歪了 滑了位 最常見就是 脊椎側彎 或者是 某些盆骨 有些錯了位 這些都會 壓住神經和血管 壓住了之後 亦都會令到 乳血積聚在身體上 長期的積聚 可能會出現 身不育的情況 或者是出現 某些地方 內臟的 供血不足 而出現一種衰退的情況 嚴重的話 就會出現癌變 中官你剛才周醫師說 其實 在中醫的角度來說 外因 風寒暑濕燥火 其實內因 真的比較重要 因為慢慢 慢慢 說得衰點 陰乾陰乾 你平時好像覺得沒有什麼 慢慢 其實每一日 我們做事就辛苦 虛勞 引致氣血不通 終於說 氣血不通 走得不通暢的時候 再加上 突然間有些事情 被老闆罵兩罵 或者跟家人頂 頂撞幾句之後 然後就阻礙著自己的 氣機不暢 於是就 凝固著有些 有形無形的 乳血積聚了 容易引起癌病 沒錯 其實我都知道 所有的病來說 萬聖一直積聚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說 有些是誘發的原因 平時好像有些人說 我平時有些人說 骨出所傷沒事的 突然咳嗽一咳嗽之後 整個褲子都倒下來 其實每一種病 或者癌症 其實都有一個所謂的誘因出現 有一個誘因出現 但是它積聚了 可能需要很長時間積聚 但是它一個觸發點 就是令它爆發出來 通常這些癌變的過程 都最起碼是十年二十年 好像給了一大把時間 讓你開心一下 沒錯 給了一個時間去準備 其實是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慢慢積累的 它有一個過程慢慢去變 它不是說 立即突然發出來 即到某個指數 某個度數 它就會爆發出來 但是通常都不是馬上爆發 它是可能身體突然間 有一天 虛弱了 身體很虛弱的時候 是 又或者那天 突然間和人咬完膠之後 是 是 很勞氣了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咬完膠之後 很多人有些肝癌 就是突然發出來 突然爆發出來 就是突然爆發出來 通常在某個觸發點突然爆發出來 它不會無無畏畏地突然自己浮出來 通常那一陣子身體很差很弱的時候 會爆發出來 或者那一陣子情緒很低落的時候 會爆發出來 還有某些食物都會引發 我知道 肝癌的人盡量少吃一些花生 果仁 髮毛那些 裡面有些黃曲梅素 令人引發出來 其實很多東西真的 你想預防也未必更容易預防到 最明顯就是 你看到那些髒東西不要那麼吃 掉了在地上不要拿出來吃 掉了在地上不要拿出來吃 有些小朋友真的 掉了在地上 父母說不要浪費 先吃掉它 吹吹它再吃掉它 我看到是這樣 麻煩我們有時掉了一些花生 在腹腳上可以撿回來吃 這麼瘋了 沒錯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剛才說了這麼多東西 下半月回來的時候 我們希望周醫師會講解一下 其實癌症整體來說 有什麼特徵 當然以後的節目來說 每一個癌症都會詳細再講 但是普遍地 有什麼特徵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還有中醫 譬如說醫治癌症方法有什麼特色 我們跟西藝不同 對 等待這個節目下半月回來的時候 我們詳細再講一講 好 各位觀眾 又回來下半月的原來中醫的時間 Daisy 上半月周醫師就講了 癌症 香港的發病率 死亡率高不高 在中醫角度來說 原來很多時候是 所謂的積聚 有型 沒有型的東西影響到 我們都想知道 其實 癌症有什麼特別的特徵 當然很多時候不同的癌症 有特別的特徵 但是在這一集裡 我們都想知道 普遍來說 有什麼特徵 通常癌症 每一種癌症都有特殊的特徵 但是很簡單 你可以觀察到 比如說鼻咽癌 通常呼吸會比較困難 鼻塞 或是鼻裏有些出血的情況 流鼻血 是無辜的 無辜的 有時候不痛突然流 對 跟腎鼻涕不同 現在因為秋天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乾燥 噴了血絲 不用太害怕 無辜的 無辜的突然滴血 突然滴血 又或者是 剛剛在抹鼻的時候 無辜的突然出血 這些都是要引起關注的 特徵 譬如說嚴重一些 可能會出現頭痛 可能會出現眼睛 都會結 眼痛 因為鼻斗 開始發炎 一些癌不變的細胞 如果是壓著神經 或者是 那個 類管 眼睛都會出現 一個不舒適的情況 這個也是 鼻隱癌不點營 我知道 有些臨床病人來到的時候 頸後面這裡突然間 有些很硬 挖挖的東西 這些都挺後期的 老實說 都挺後期的 這些去到臨巴 那些 去到臨巴 就很快會轉移 如果去到頸那裡 它就開始轉移 當然 我們的症狀是這麼說出來 但是 觀眾又不用太害怕 因為都是一些 我們討論一下 討論一下 如果真的怕到的時候 就不用太害怕 首先 都很穩定 接著就 看看問一下 意思 沒錯 剛才那個是鼻咽癌 我知道 香港常見的癌 都有 肝癌 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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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較普遍的 香港的癌症 而且比較難醫 通常那個 生存活率比較低 發病已經知道 第三、第四期 是第三、第四期 很多時候 發病之前 真的會發燒的頻率很高 這個特別發燒的頻密度高 因為它是肺癌 是肺癌 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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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內臟很明顯 而且 病時 轉移也很快 所以 早期 如果有 發燒 頻密發燒 或者是你呼吸不暢順 或者是無緣無故一天經常咳 咳血 這些都要引起關注 或者無故肺部出現疼痛的情況 呼吸困難 這些都要引起關注 開頭有時未必是出現疼痛 可能你只是摸到少少的結節 在臘骨上 通常在臘骨的上半角 是第二 第三節位置 或者是鎖骨附近 你摸到少少硬塊的 未必會出現疼痛 你只是摸到硬硬的 很多人不太在意 鎖骨應該都是這些位置 病人來到時都會說自己的鎖骨 不太疼痛 很多都很疼痛 但病人以為是疲勞 或者是拉傷 他不在意原來是肺癌 而不單是疼痛 很多時在鎖骨附近有些結節 有大小不等的結節 有些是不明顯的 有些是摸才摸到的 肉眼看不到的 有些是肉眼看得到的 所以看看是哪個位置 但你只是說肺癌 我知道是否 反而是吸煙的人 就少機會有肺癌 即是站在外圍 吸到他的煙才是最大機會 那不一定 很多時吸煙的人 可能他自己也會吸二手煙 要看他吸煙的習慣 他是怎樣吸煙 有些人是吞雲吐霧 吞吐出入 即是又噴又吸 有些人覺得這樣是一種享受 這些是患病機會很高的 但有些人就不是 過口印而已 他吸完之後噴出來 他就不會吞雲吐霧 因為他沒有真正吸入肺 他沒有真正吸入 他只是開心的口感 開心的口感 吸完之後吐出來 所以他沒有真正吸入肺 沒有的 有些人的習慣 他是沒有真正吸入肺 所以不是說吸煙的人 就不會那麼容易患 是他吸煙的習慣 是他用甚麼方式去吸煙 亦很有關係 他吸完之後 經過口裡直接噴出來 損害又沒有那麼大 反而是旁邊的人損害大一點 是 是 因為那些真的呼吸吸了煙 他喜歡理解肺癌 就有些不同 因為很多時候肺陰虛 那些形成 是嗎 這個遲些周醫師說到肺癌 又會詳細說 詳細分析一下 是 除了肺癌之外 肝癌 肝癌又是一些比較難治的病 通常肝癌是比較難醫耗的 發病也是比較後期的 是 因為肝癌的敏感度比較低 是 疼痛也不容易出現 通常發病已經很後期的 當你覺得痛的時候已經很後期 其實可能肝癌已經將大了 壓住肝區的神經線 肝本身是很引得痛的 是 在我們的肝是很痛的 所以你真正到你感覺到痛的時候 已經是很慢 所以肝癌是這麼難治的 是因為肝癌的反應比較慢 是 所以 是很難早期發現的 通常我們要發現 都是 早期 可能要驗身驗到 要驗身才驗到 就是 表面症狀是很難出現肝癌的 有些什麼不舒服的 你只是可能覺得有些臘骨不舒服 或者是 癌癌痛 癌癌痛 但他又不是真的很痛 是 他不會說很痛 因為肝本身的忍痛能力很高 是 所以他又癌癌悶悶 或者覺得 可能 右邊臘骨那裏不是很聚財 癌癌的 好像不舒服 但是 他又不是很痛 真的 很多時候這樣的情況 一般人就不會去懷疑 有病 可能過一陣子就沒事 過一陣子就沒事 過一陣子就沒事 他就覺得沒事 這些就是小小事 我經常都不舒服 是 是 誰不知這些不舒服 通常隱藏幾年 甚至超過五年以上 隱隱隱隱隱的 五年都不理會 他當然是很晚期 是 是 終於是 我知道 我們做中醫 很多時候 病人一發病的時候 他通常都不會直接來找我們 通常都是 先找西方醫學 通常都是 做了電療 化療之後才找我們 到時再找我們中醫的時候 我們中醫醫療癌症 中醫是我們的特色 沒錯 但當電療化療之後 內環境又會複雜了 沒錯 首先 一會兒我們會問你 但中醫本身 我們當是病人沒事 阿娜一開始來看中醫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醫癌症的病人呢 其實要看他當時是斜實 還是屬於虛症 如果本身體質很弱 當然要補虛 如果是斜實 當然要駛斜為主 看看哪方面要急一點 如果是很急性的 他是正在轉移 或是很疼痛的 當然要先處理病邪 如果本身顯示到很虛 或是某個機能是不夠力度 那你就幫他補虛 無論是不同的癌症 會顯示不同的內臟虛症 譬如有些是肺虛 有些是皮虛 有些是腎虛 不同的內臟虛症 針對虛症的部位 你就要調補 有些是陰虛 有些是藥虛 你用我們中醫的方法 調理 就是負政俱斜 即是實則卸之 虛則保之 這個我們比較圓一些 所以這個就不是那麼容易 但大家就知道一下 是的 這個原則是這樣 但還有一點我想 重點強調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病人來看病的時候 無論是手術前不手術後 或者是放來的前不放來的後 他都會加一句說 我醫生不知道 給不給我看中醫 或者是可不可以吃中藥 其實這個觀點角度 是一個錯誤的地區 因為很多時候 正正是你手術前和手術後 身體正氣不夠 你是需要更加加強你的體質 去面對你的手術 或者是手術後 你需要保養你的體質 才需要吃中藥 不是說你不去用 反而你不用中藥的時候 身體越來越差 可能似乎你面對這些手術 能力會低了 是的 方療花療的原理也是一樣的 很多時候就是 很多醫生會說 吃中藥會影響過療效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錯誤的 觀點角度 其實是 很多我想是 大家 中西醫的那個 角度不同 又或者是 中醫沒有學過西醫 西醫也沒有學過中醫 是的 他為了安全起建 而排斥了 沒有影響他自己的醫治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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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個觀點角度 在他的立場是沒有錯 但對於病人來說 沒有什麼益處 可能沒有了解決更多的方法 我知道國內很多時候 都是中西合璧 是的 去醫治這個癌症 是的 同樣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香港的醫生都會說 吃了西藥就不要吃中藥 但是 其實這個就不對 這個也不對 你反過來 在國內 中西藥同時 一起做 從來都未見過有事 是的 只不過你不明白藥理 當你不明白藥理的時候 一面倒這樣排除 我覺得就不太合理 是的 當你明白藥理 原來這東西混合就沒有事 其實可以一起吃 在藥理化學反應來說 沒有抵觸 沒有抵觸 其實是可以互相吃的 即是同時共用的 在同時的結合治療之下 那個效果是比單一種治療 效果理想很多 我知道這個是食藥的方面 當然譬如上幾集 我們都說過 有些可以用針灸 拖乳拿 或者周醫師聚拿手的氣功 都可以 可以幫助那個 有癌症的提升 和扶症驅邪的方法 我知道剛才所說的 如果病人 他接受了西方醫學的治療之後 他來到的時候 很多 即是有些人口乾 嘴爛 夜晚睡覺出汗 即是我們說 有潮熱 倒汗 甚麼都有 大便去不了 那這個情況之後 你怎樣 跟病人去解釋 通常我們就說 譬如說這些情況出現 我們中藥 在中醫中藥的治療方面 通常會幫他 調理這些副作用 病發症 很多時候會出現口乾 口部潰揚 甚至乎一些便秘 或者身體某些地方的疼痛 這些都是透過中藥的調理 是很有效的 幫助他 即是調理他的靜氣 和調理他的身體機體 活躍程度 而且也可以令到他增加 本來可能麻木了的細胞 可能會令到他的敏感度增加 吃東西的味覺會增加 身體細胞的活躍程度 會增加 很多時候電療發尼之後 可能某些地方已經沒有反應 是麻木了 你也可以令到細胞活躍 神經反應更好 這也是我們可以幫助到 實前實後增加抗病 復原的能力 而且據研究 我們中藥的調理方面 亦可以防止他轉移 這是很重要的 避免他再擴散和轉移 是一個很重要的治療因素 另外就是中藥不單止可以做到這方面 復原和預防轉移 亦可以在未有癌變的時候 或者在早期癌變的時候 出出一個很有效的預防 是 你說到剛才的預防轉移和擴散 其實這些是否我們中醫醫癌的特色 這也是中醫醫癌的特色 你知道我們中醫醫癌的特色 跟西方醫學不同 或是讓觀眾知道 究竟發病的時候 去找西醫醫或者中醫醫醫 是的 我們中醫其實主要用兩大法則 第一是俱邪抗癌的方法 俱邪抗癌包括了清熱解毒 活血化瘀 耳毒攻毒等 这些都是属于驱邪抗癌 抑制癌细胞的发展 令到癌细胞消灭 令到癌细胞的毒性减轻 这是属于驱邪抗癌 另一方面是扶症补虚 很多时候手术后或电疗化来后 身体都会出现虚症的情况 气胸、血胸、音胸等 这些是我们透过补音、伸樽、滋音 或者是补气、补血的情况 来调理身体的虚症 起码也会让他们所谓不舒服的副作用 减乎最低的事 没错 周医师我又听过什么耳毒公毒 中医也有耳毒公毒 但通常我们不轻易用耳毒公毒 除非身体的疼痛情况比较剧烈 即是属于急性期或者发作期的时候 我们才会用到耳毒公毒 又或者是你发现它有转移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这种左隔性的治疗方法 令到恶性细胞不会再侵略其他的细胞 周医师也想你讲一讲用气功 教一下观众有什么方法 平时可以预防一下癌病的发生 好吗 好 在我们的气功的治疗 即是结合中医中药的治疗方面 其实效果是非常理想的 在近年刚刚我们有个病人 我知道 有个事例发现 那个癌指数 在一个月的治疗里面 癌指数由98 一想跌至2.5的癌指数 效果是非常理想的 也是 它透过秘工的疗法 透过营养的补充 透过服食的中药 结合在一起 我发现它的效果是 在一个月内产生的很好的效果 那事不宜迟 周医师 那介绍给大家看好吗 好 我们有两个招式 很简单的 第一个招式是属于中医里面 我们叫做补气补虚的方法 这个补气补虚的方法叫做氧气法 很简单的就是 坐在椅子上 雙手和肩膀同宽 男的左手先放在下单田里面 女的右手先放进来 然后两手重叠 放在下单田里面 全身放松 相目未闭 舌天相恶 然后注意力集中在下单田里面 将所有的精神集中在下单田位置 就是想着气功能够医治到癌症 全身放松 注意力集中在下单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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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者大概做每日做两次 每次大概做20至30分钟 这是属于补气 保虚的方法 当你出现虚症的时候 或者身体出现不够气血的时候 这个保虚的方法是很有效的 另一式叫提布咸功 提布咸功的做法 就是它专门针对 即是控制癌细胞的生长 它的做法就是大量 透过我们身体的气机活动 大量吸氧 吸入大量的氧气 来控制癌细胞的生长 做法就是站在那里走 很自然地走 一边走 一边的手要摆动 摆动的时候 手一提起的时候吸气 在旁边呼呼气 再吸气呼气 吸气呼气 吸气呼气 同时举步吸气呼气 吸气呼气 就是你不要走那么远 因为咪断 是 如是者向前直线走 是 左右两边呼气 中间就提手 吸气呼气 吸气呼气 是 吸气呼气 效果会理想 但这个做法就是 每天最少走 如果是有病的病人 每天最少要走一小时以上 一小时以上 在空气清新的地方 多数目 没有肺气的地方 最好不要在市区里面 在那里练习 效果是非常理想的 这些亮色 亮色 这就是提步行工 周医师 请问刚刚你教过招式 这样走法 有没有分什么时间 什么中数最好 通常我们在早上9点前走会更好 因为那段时间氧气特别多些 特别充足些 因为早上我们汽车比较少些的时候 树木刚好在光合作用的时间里面 氧气的产生特别多些 夜晚树木正正出现一种 反光合作用的情况 和我们斗抢氧气 不要在夜晚来捏提步行工 因为氧气的量不够 而且肺气比较多 因为汽车活动了一天 空气里面含的肺气微粒也比较多些 所以早上练习的招式是比较理想些 对于癌症病人是特别帮助好些 帮助很多 我还有一个问题 周医师想请问 这两集我有份做都讲气功 可否简单说些气是什么来的 怎样可以帮到我们身体 气其实就是 我们透过我们身体的呼吸 透过我们的一些招式的动作 透过我们思想的活动 来调动我们身体一些 我们自己内在的一些气机的活动 譬如我们一呼一吸为之气 透过我们呼吸进去的气 来带动这些气 在我们身体周而伏此的运行 你引导它 有意识地引导它 去到不同的器官 不同的内藏 为我们修补我们的身体 为我们所用 这是气功的最基本原理 当然再生互一些 会有更加多的内容 但最基础的理解 一呼一吸之间 就为了气 如何引导气的运行 在我们身体中 就为了气功的练习 不用了 Daisy 你收睇我们的第二集 周医师说了气功 对 所以你一定要不时地 看我们的重温 对 你不重温 你一定有 一定会上阿尔TV的东西 对 刘医师就学了很多 对 所以你看我每一集 都挺精彩 哪一集是说什么 我回去立刻 练完之后 你的头脑也清醒一点 对 肾也强壮一点 对 对 马上回到阿尔TV 对 对 对 那 最后就来节目完结 周医师 其实我们平时有什么 特别的汤水可以煮一下 其实也有 譬如说 如果是癌症方面 我们通常看 本身身体比较虚弱 我们可以煮一些 北旗 党心 加一些淮山 煮一些正气 加一些瘦肉 煮一下 汤喝一下 因为 为什么呢 用北旗党心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好像平平无奇 但是原来 在大陆方面的 癌肿瘤科医院 或者实验室 都做了研究 北旗和人心 是对抵抗的癌细胞 或者是帮助我们身体的 那个培养正气 是很有帮助 尤其是针对癌症 就是康复 或者抑制癌细胞的抗散 是 这么简单 北旗人心 原来都很大作用 是很大作用 不过说回头 就是 各位观众 你们不要想着 北旗就帮到 哇 成沙 不要大量怎么吃 这个都要根据体质 和体质 因为那些碰汤 不管 就成炸 砍下去 太多又不行 没错 没错 最少也听到 有人说蟲草 人心 蟲草也好 蟲草其实有 生羊的作用 可以补肺虚 补肾羊 平保阴阳 也是非常理想 对于癌症病 康复和调理 蟲草也是 非常好的性谣 性物 各位观众 今天讲癌症 时间到 下几集来 周围司会讲 不同的癌症